你好,我是王树毅老师 今天我们来讲讲logsack里面的query命令 不同于我们上次介绍的全文检索 query命令实际上是要用到你给它提供的一些线索了 这些线索是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page 也就是一个个的页面 还有你使用的那个叫做标签的东西 如果这些你忘了的话 欢迎你现在回去看一看 query命令啊 它实际上就是帮助我们把线索给它综合起来 但是这些线索实际上都是一开始你来设定的 包括在写作当中直接引用的那些页面的名称 还有你给它们打上的标记 那么在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是官方的帮助说明里面 有以下的这些最基础的这个使用query的一些关键词 我们发现有什么呢 有and代表与的关系 就是既要a又要b 那么or代表或的关系 a和b只要之一出现即可 not代表非的关系 就是必须得没有某个东西 后面一个是between代表在一个范围之内 那么你看到这个可能一头雾水 这玩意怎么用啊 没有关系 我们现在来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让你来看一看这个东西该怎么样的来使用 但是演示之前我们之前你也看到了 一系列教程过来数据太少了 我们来补充一些数据 这里我们输入一些新的东西 比如说这里头 my thought paper 我们在这里加上paper 然后我们把它叫做这个a is it's awesome 大家请注意啊 我现在是在我的这个相当于是journal 就是它的这个每日笔记里面记的这些东西 我并没有把它放在哪一个 好比说idea下面 但是呢 这个我可以把它这个 因为它是跟论文有关嘛 所以它也属于研究 对不对 所以我在这给它来个research 没有问题吧 你如果敲的时候 它会给你自动的来这个进行补习 好 这是跟research相关 但是它不是一个idea 那么我们可以再写一些其他的东西啊 比如说 在这里继续写 it can be connected with paper 这个你看这paper也能自己出来了 paper b 这是说我可以把两个 这个不同论文的内容 把它合并起来 这个实际上就可以算作一个idea 对吧 好 我们把它也这个写在里面 我们现在基本上算是这个有一些数据了啊 然后呢 我们下一步要做的就是有一些数据可以进行这种查询了 我们呢就不在一个单独的这样的一个journal页面当中去做这个查询了 我们下面怎么做呢 我们进入到这个一个新的页面 我们新建一个啊 我们用command u来看一看有没有一个research panel 代表着一个研究的总控室啊 然后发现没有 所以我们这里新建一个 那么进来之后 我们要干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拿query来进行查询了 这个时候我们先使用一个叫做与的关系 所以我们现在是query 哎 他会给我一个基础款 这是一个基本的query 他要这么去做 那么下面真正的magic 就是真正的魔法部分 发生在哪 发生在一个小括号里 我们在这里建一个小括号 好 我们在里面填什么 我们在里面填一些逻辑的关系 就是我好比说现在想看那些关于研究的想法 那是什么呢 就是and research idea 就是关于研究的想法 你想一想 根据咱们之前提讲的内容 还有今天我们新补充的数据 这里将出现几个结果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答案啊 回车之后你会发现有两条结果 分别是什么呢 一个是我们今天新补充的 你会发现这里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这里面 它在research是出现在上一集 这样一个block里面 而我们的idea实际上出现在了下一集 也就是说它不在一个层级 但是没有关系 它显示在了这里 对吧 那么还有一个是我们在itemA里面 这里面我们是写在一行的 虽然写在一行 可是跟刚才不一样 刚才这两个实际上都是tag 没错吧 那么它呢 一个是页面 一个是tag 把二者综合在了一起 你会看到 这就是我们用这个与的关系 它就给我们找到 既提到research 又提到idea 这样的一些内容了 那么下一步我们做什么 下一步我们要做的是看 另一个逻辑操作符 这个操作符叫什么呢 叫or或者是货 那么还是刚才我们把这个 这个偷一下栏啊 拷贝一下 在这粘贴 好 我们就把其中的and改成or 代表什么呢 刚才是既出现又出现 现在是只要二者之一出现就算 那么我来问一下你啊 看你对前面的基础是不是熟 有几个结果 你可以暂停一下 去回忆一下 或者找出自己跟着这个练习 做的这样的一些笔记 看一下 好我们来公布答案啊 答案是三个结果 刚才那两个显然它是符合要求的 因为它既包含了research 又包含了idea 可是第三个是什么呢 第三个还是出现在item a 这样的一个页面当中 它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只包含了一个idea 它跟research 跟科研没有关系 就是idea 好我们可以看一看它到底是什么 我们点一下item a 就可以直接的蹦到这个页面 同样是在item a里面 这里有一个research 对吧 但是我这里面的idea 和它不在同一行 又不在同一个结构之下 所以它并没有被算作是 既包含idea 又包含research 哎厉害吧 它的控制的精度是直接到block层级的 这样就给我们的结果 带来更精准的搜索结果 好我们现在退回去啊 我们还是用command加上左方括号 退到这里 下面我们来讲第三个 第三个是什么呢 是not的关系 我们现在啊 还是把第一个拷贝一下啊 不好意思啊 我这人比较懒惰啊 我们把它放在这 我们现在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我们想要的是 这里面 我想要idea 但是这个idea 不能包含research 就跟research无关 跟科研无关 就是一个点子 好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在这里就要加一个not 把什么加上not 因为要跟科研无关 所以我们在科研外头 我们把它先包进来 科研你进来 然后在前面给你加一个not 好了 这就是说什么呢 我们要idea 但是我们必须跟科研无关 哎 你想想看 会出现几个结果 只有一个 对吧 因为刚才看到了 这两个啊 前两个的结果 都是既和科研 又和idea相关的 那么 跑去他们啊 只剩下最后一个 孤零零零的 对吧 他老个一个 只包含了idea 但是不包含research 好 这就是我们讲的 前三种逻辑关系 后面还有一个 是跟时间范围相关 我们来看一看 不好意思啊 我还是把前面这个考一下 好 拷贝来这 粘贴 好 这里我们加一个什么 我们加一句 就是时间的范围 我们加什么时间范围呢 我们要求的是啊 这里用between代表时间范围 然后先写的那个代表是 最开始的时间 后写的代表是 最晚时间 我们想来找一下 看看从昨天到今天之间 有多少 既和research 又和idea相关的东西 所以我们 负一代表日啊 负一日就是从昨天 然后呢 到今天 好 那么这时候 我先不知情 你想一想 会有几个结果 这是我们执行的结果 你可以看到啊 只有一个 为什么只有一个呢 因为这一篇 是我们今天刚写的 而之前那个item a 你去查一查 那是哪天的写的 它实际上是有关联的啊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应该是9月5号那天 所以跟今天 已经隔去了好几天 它超出了昨天的范围 因此虽然它包含了这些标签 但是它不出现在结果中 有的人说我做这有什么用啊 对吧 我在这去搜不也行吗 这里首先 它给你更精准的通过这些线索找到结果 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你会发现这个结果是完全动态的 后续你在journal当中填写了一些新的内容 那么它会自动的出现在这样的一个看板当中 那么有了这样的东西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你随时可以看到你的不同的知识正在这里积累 而有的时候积累进来 你可以先把它忘掉 而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不同的这样的内容 通过这样的线索 再组织 再编织 再给你构造一个更为复杂的网络 所以这就是一个动态特性的利用 怎么样 学完了query命令之后 是不是感觉这种动态性离你越来越近了 你在每天去记载一些内容之后 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把它们动态的组合起来 而且一切都是那么的得心应手 这还只是个开始 实际上我们今天介绍的只是query命令的一些最基础部分 如果你对它很感兴趣的话 可以看一下官方的帮助 里面有更加丰富的内容 有待你去学习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加关注哦 好我们下次见